你说餐饮消费 好像九毛九 那些图就漂亮很多 你会见到有一浪高于一浪的走势 这些感觉上就会很操作一些 图比较漂亮很多 变成你上面鞋货又会少一些 你看今天九毛九下来 可能不要说二十 二十一的水平有没有机会 就试一试它 这些图都是容易看的 我们昨天的ET国股推介 就是建议大家留意海底low 这个都是那类的 海底low也很漂亮 海底low 不过如果你说照计那九毛九 就会再漂亮一点 海底low可能始终又是有少少肉火重生 因为它之前的数据超差 又蝕钱又剩 变成好像刚才所说 快点衰退 衰退才有一炒 它现在就是海底low 衰到没得再衰了 现在有什么好消息呢 就是夹得很快 你看这一转的就上二十二十二十一的位置 看看是否上到 也是 下回来看没机会18元那些位置买 例如策略上想多问一些 譬如说九毛九你都觉得是破位 淘汰 所以回落的时候可以买 但是你觉得这个时候的心态 应该是赚一点 譬如一成左右我就要走了 还是说都可以 一成不少的 有些昨天人家一天就赚了 没有的 我想心态上真的 我会形容为 durn 还有你捉到那棍 其实最重要是 你一有些大洋竹 你怎样都要吃一下糊 是 因为你好像 你昨天如果吃了 今天又有机会骂了 我觉得动态一点去做 因为始终你说是不是 真的好像大牛市那样 不是 去到某些位置可能又会顶住你 所以 继续吃虎 接着换马 看看是什么落后的 这样去炒 是 那你说 你的目标放多少 或者 就是你说 我想赚一成两成 那你也要选到一只股 是升到一成两成才可以的 那你可能在一个注码 在一个注码控制 那如果你说 我觉得这只可以的 我就带着一点 薄它的幅度够强 也都可以赚多一点 那这个真的是自己去选 是相关不同的办法 嗯 好 那你刚才也说了一个 就是今天都要记住的重点就是说 赚了就要吃 然后找一些落后的板块去炒 9961葵程 昨天升得这么急之后 今天就跌1% 是的 那这一只又是不是 你刚才也没有提及的 就是你说 有些图很漂亮的 回了可以买 葵程是否有一只都可以 放在watch list 葵程我想是ok的 因为昨天那棍都爆得很厉害 那你说昨天出了业绩 那出来的低位也有些承接 你看到 开270.8 很快就打回10元 不过我是嫌香港这边 9961的盘子很疏 是 因为始终它是两地上市 你看到美股那边的盘子 是会确实很多的 是 所以变成你在香港这边 你随时要塑高1元 沽低1元 这个相对来说就差一点 但如果你说从概念出发的 葵程一定是最好的概念 就是你出游出行那些 其实都很棒的 那你说看图的 那他都 我看回日线图先 他大概的阻力 就大概移回30左右 其实昨天都是冲到上的那些位 就马上回来 是 那我想你看着那些位 去做一个操作 230那些位 不如葵程和同情旅行 你又会怎样选择呢 这两个 其实同情旅行都不差 你见到他破了横行区之后 都挺靓仔 反而如果你说真是炒 就是可能同情旅行 有个优势就是说 他没有中概的概念 就是你9961的 你没估过那边 如果突然间中概大爆炸的时候 你第二天回来就要捱 是 那变成了780 就没有这个风险的 就是你说从业务上面概念上面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那看你喜欢波动大一点 还是可能波动小一点的股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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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